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機車一面而來 冒出一輛小貨車 兩車車頭撞擊 瞬間車殼變成碎片 噴飛好遠 駕駛急忙 踩下煞車後 跑到車尾 但已經來不及了 騎士傷勢嚴重 一個執行一個轉彎 很難重的人 又落下了 男騎士當下已經沒了呼吸 經過急救 最後還是回天乏數 他才24歲而已 好好的騎到一半 怎麼就突然出現了小貨車 警方從監視器還原 17號晚間將近7點 難騎士直行 而對方小貨車 從外側車到起步 跨越雙黃線 準備左迴轉 兩車車頭對撞 照時候34歲 流性駕駛衝促跑下車 路人也圍上前幫忙 指揮交通 因為這個時間點 剛好距離下班不久 車流量變大 一度塞車 他要迴轉的時候 因為可能機車也沒有去注意到 所以機車是直接 撞上去貨車上面 家屬表示他聯絡他們老闆 老闆是說他是要回家 死亡車禍發生在台中烏日區 西南路上 游戲男子疑似下班 騎著機車一路從彰化芬園 要回台中烏日家 可是卻等不到 跟家人一起吃晚餐 24歲年輕生命就這麼走了 三立新聞 吳一哲李建英 台中報道